联盟大事,场外风雨,白话美智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3月18日,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勇士客场挑战老鹰,此前老鹰战绩为34胜35负,排名东部第8 勇士此前战绩为36胜34负,排名西部第6 值得一提的是,勇士本赛季客场战绩仅为7胜27负 此前已经遭遇客场9连败 今天的比赛,格林累计几番自动停赛一场,库里拇指酸痛,但戴上上阵 因为伊格达拉赛季报销,配顿还没回归,维京斯归期未定 勇士实在无人可用,最终比分定格在了127比119 勇士又输了,客场十连败,比赛最后阶段 特列扬抢端库里完成上篮,甚至还致敬木托姆波 玩起了摇手指,嘲讽意味十足 比赛一开始,勇士一扫之前的阴霾展现了不错的侵略性 上来就打了一波14-4,并且几乎都是角色球员在得分 打了3分多中,勇士的出手大多都是空位 8分36秒,老鹰队请求暂停,比赛回来 老鹰终于不飘在外面投3分了 几次都是打进进去得分,但是今天柯林斯手感不错 连续投进3分和在进去得分,打了7分多中 他已经得了17分了,这段时间,他跟勇士全队开启了护标 3分32秒,勇士队请求暂停 暂停之后,老鹰连续打成 在开局落后10分之后,他们现在已经反超比分了 之后老鹰打了一个12-4 第一节打完老鹰39-31,领先勇士8分 注意节老鹰利用勇士的失误扭转了势头 利用失误得到了11分 四节回来,老鹰这边莫里带着替补打 这段时间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防守都非常差劲,打得像全明星 勇士因为鲁尼的存在防守还是比老鹰稍好一些 勇士选择让库里取代替骨 但是这段时间并没有追回来多少分 6分51秒,比赛进入暂停时刻 比赛回来,双方还是对攻大战 但是老鹰这边进攻突然断电 特雷扬连续失误,被勇士打了一个60 分差也被迫进到了只差3分了 3分25秒,老鹰队请求暂停 比赛打了不到一分钟 勇士退防不积极 教练科尔很生气 接着就又叫了一次暂停 暂停之后,勇士队终于开始防守了 双方这段时间打得有来有回 最终半场打完老鹰71比66 暂时领先勇士5分 下半场双方还是一样的打法 90对攻 但是库里依然没找到3分手感 只能靠着突破造杀伤得分 但是回来之后全队就是不防守 老鹰趁势打了一波70 直接把分差扩大到了12分 勇士队请求暂停 谁也没想到今天打的最好的会是鲁尼 打了两截多 鲁尼已经拿到两双的数据了 这段时间双方进攻都陷入了停滞 但是换上替补之后 勇士烦恼把分差破进到了5分 3分9秒 老鹰队请求暂停 暂停回来 老鹰火力圈开 连续命中3分 但是浦尔找到手感连的8分 但是还好老鹰这边进攻端能够回应上 最终浦尔亚少3分未能命中 三截打完勇士还是落后8分 末节 勇士作为落后的一方 率先换上核心 老鹰这段时间的进攻明显比不上勇士 但是老鹰今天的格里分发会非常出色 里图外头帮助老鹰维持着分差 勇士如果今天输球的话就是输在了防守上 不管进攻端的再多分 防不住对手也是白打 更何况勇士今天的3分手感还不如老鹰 8分44秒 勇士对请求暂停 暂停之后 双方一如既往的对攻 但是库里突然找到手感 连续命中2级3分把分差缩小到了3分 但是老鹰这边即便是进球也能被打反击 这防守也是惨不忍睹 比赛到了最后5分钟的决胜时刻 双方终于稍微提升了防守强度 勇士114-119老鹰 库里抢到前场篮板球 抛头打进 克莱中距离打铁加库明加倍抢断加克莱 抢头3分不中 实际上老鹰给了勇士太多反超比分的机会 卡佩拉两发不中 库里的3分也没有 多删卡佩拉后抛头继续打铁 在库里终于上篮打进后 克林斯两发全中 特雷扬断库里后反击上空篮打击 特雷扬在反击的路上 左手比划了一个1 炫耀嘲讽意味十足 达到最后时刻 迪文森佐和库里的3分球还在打铁 最终勇士意料之中输掉了比赛 本场比赛 科尔被动变阵 主要还是因为格林被禁赛 科尔派出的是迪文勤佐加库明加加 卢尼加克莱加库里的首发阵容 摆出的阵容相对较大 尽管库明加最近一段时间打得很不错 但他不能完全替代格林 从比赛效果来看 科尔的变阵是无效的 老鹰阵容相对来说也不小 他们对篮板球的掌控很到位 可能从最后的数据来看 勇士54个篮板球 老鹰只有45个 如果大家看比赛的话 老鹰阵的篮板球都很关键 让勇士相当的难受 无论怎么说 科尔也是难为无米之炊 决策球员越打越粘 勇士出现17次失误 虽然疯狂抢到16个前场篮板球 但三分球命中率只有40中11 再说一个更可怕的事情 勇士接下来三场比赛全是课场 灰熊 火箭 独幸侠 勇士为什么在课场赢不了球 其实有三个问题很难解决 第一点 就是全队都太迷恋三分球了 换个方式表达 勇士除了依赖三分球 没有更好的稳定终结得分方式 科尔执迷不悟 其实库利本章比赛三分手感就不太好 格莱和普尔也都在找三分手感 领先是这么打 诺后时也这么打 对手的防守就变得非常简单 减少卡培拉上场时间 看奥孔武登场 老爷五个人都能跟上勇士的节奏 勇士很多三分球都是顶着人墙头 第二点 自然是维基斯不在带给球队的天然短板 勇士能上场的球员 只有三人能从高度上匹配对手 卢尼 库明家和见迈克尔格林 一个老 一个慢 也只有库明家正递表现还算不错 结果身陷犯规麻烦 第三点 和之前打快船 打雷霆 打胡人一样 勇士在最后时刻处于落后的情况下 水花兄弟都在想着头三分 这也许是最好缩小分差的方式 但是全队失误非常多 关键是只要失误 被对手打反击 被对手压时间 勇士又没有能在防守端挺身而出的球员带动节奏 简单来说 本赛季勇士就想着急打开外线手感 但防不了对手快攻 防不了攻手转换 包括库里自己 三分不中 上篮不中 被抢断 双撤不走不为力 今天的比赛 库里和克莱合计出现12次失误各6次 老鹰全队踩10次失误 那如今的勇士到底有什么竞争力 正所谓大超过后谁在罗勇 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热场比赛格林缺阵 就知道他的影响有多大 防守端勇士有心无力 内线让老鹰拿到了54分 内线防不住就不说了 外线也是没有顶住老鹰的冲击 让老鹰命中了16级三分球 另外一方面 格林尽管得分每场比赛不多 但他对勇士有着极大的影响 格林不再就需要库里和克莱多支球 比赛花样上就少了一些 不得不说 格林对勇士仍然很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老鹰对末间还是给了勇士一些机会 但勇士一次都没有抓住 和上赛季夺冠17相比 实际上勇士如今只剩下库里加克莱加卢尼加普尔 总不能指望卢尼常常拿到18加10 更不能指望迪文分佐站出来带动全队 其实也不能把全部责任推到普尔身上 普尔他就是这种打法 从刚来到勇士就是如此 勇士还选择提前续运 就代表了球队对他的认可程度 关键是勇士这支球队的打法 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格林的侧应 风险一定要有一个攻守稳定度极高的明星球员 踢不惜还要有能防守的角色球员 几乎缺一不可 这不是库里自己能扭转过来的 那么本场比赛谁要为输球负责呢 主要有三人 第一位是库里 库里看上去拿到了31分没错 但全场6次失误 尤其是最后时刻被特列扬抢断 直接葬送了比赛 库里出手27次命中12球 远远没有上一场比赛那么高效 当库里都打得如此累的时候 比赛就可想而知 第二位是汤普森 汤普森很明显在带着情绪打球 和库里一样都有6次失误 投篮效率也不是太高 第三位球员则是普尔 普尔全场比赛拿到12分4主攻 也没有做到自己该做的事情 这三人是球队主要的分点 当他们低效或者困难的时候 赢球难度就有了 勇士输球之后 要说最大的赢家 自然就是快船了 快船和勇士是最直接的竞争关系 这也让快船坐稳了西部第五的位置 勇士接下来还剩下11场比赛 其中6个科场 5个主场 主场其实问题都不大 科场除了火箭和即将摆烂的开拓者之外 其他球队都不好打 勇士的预期战绩 也就在42胜负43胜之间 本赛季场归赛 勇士也就这样了 至于是与第六的身份进进后赛 还是从福加赛打起 那只能看身后森林郎 独性侠 胡人的脸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